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回想以往美好事件总是牵引着我们往更值得的方向前进的正能量之歌《肖战我的中国心》获得北京广播电视报社推荐了。近日《肖战》没有出现浙江卫视播出的青春华游记第二季第一期,让许多的网友感到莫名的小失落。但是不管是这个节目什么时候出现他的身影,这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为了排解内心的失落感,相信许多网友会通过考古肖战以前的作品来说, 消遣时间,而一方面是为了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影响情绪,另外一方面能够对肖战有更加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我们知道不管是肖战的影响作品还是音乐作品,从这个上线之后都受到了网友们的不同程度的喜爱和欢迎的。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唱过的歌曲接连有官媒发文做推荐。 播久前的各大卫视,还有啊就是北京广播电视报社,在说天下节目的结尾的时候,主持人说道,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就播放了肖战和宋佐儿一同申请现唱的歌曲《最好的夏天》。 接着之后啊,北京广播电视报社也有对该歌曲进行了推荐,但最新的还有肖战的《我的中国心》。 《最好的夏天》和《我的中国心》均是正能量满满,积极向上的歌曲,让人们听完之后啊是感觉到意义非凡的。 据了解,这两首歌曲啊被一同收录于专辑《青春为祖国歌唱》当中,由此可见歌曲的向上精神,以及对歌手肖战的认可。 由辽宁卫视播放出来的《最好的夏天》是有画面和歌声并存的,但是在北京广播电视报社当中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进行推荐的。 虽然说形式不同吧,但是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能够对肖战的歌曲进行更加深层度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们收听到如此好听的歌声。 除了《最好的夏天》,在《北京广播电视报社》最新发文当中,还有肖战的《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曲被推荐。 众所周知啊,该官方账号是我们的老熟人了,因为他还为肖战专门推出了一篮特别奉献栏目全是他的歌曲,可见其用心良苦。 谈到肖战唱的《我的中国心》,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首歌曲相对于《最好的夏天》而言,更加具有正能量和向上的意义。 在《北京广播电视报社》推文当中,其标题很能打动人心,说的是真心切切中国心。 《我的中国心》 接着的是正文,如果说打动人心的是标题,那么正文就是触动类线的文字,特别是这一小段话。 《九七》感受到了官方的真诚意思表达。 提到的是,那动静儿,孩子们问问家里的长辈,或许能够秒正。 那传播力,喜欢肖战的,问问自己基本能秒共情。 还有,不哭,祖国的孩子无论在哪都是宝贝。 对啊,正如官方所说的,每个人都是祖国的孩子,在哪都是宝贝。 肖战也不例外,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寒冬里巴的一抹阳光,是如此的暖心和炽热。 《我的中国心》是一首红歌,歌曲表达出来的是真真气切的中国心,还有切切实实的中国心。 希望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将这首歌传递出来的精神继续弘扬下去,听肖战唱歌,感受不一样的声音魅力。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